今年是香港雨傘運動四周年 而在多倫多我們有三個團體 包括了港加聯、約克大學的亞洲研究中心 和華爾遜大學的變革領袖學院 一起將會聯合主辦一系列有關雨傘運動 和當今香港發展的一系列活動召開 所以這次我們除了放映這套獨立電影紀錄片之外 我們亦都會有幾個港狀同時推行 第一個就是在21號放獨立電影的同時 他完了之後會有一個影后的對話 就是由楊正賢和雨傘用廣東話 因為那天是一個廣東話 或者有國語朋友問問題 當然我想他不快就用國語去回應 最主要用中文來做一個溝通媒介 我們那天他都會出席和所有觀眾有一個對話 去記錄香港很多社會不同層面的事 這次來講其實他在日本那裡已經得到日本國際紀錄片的大獎 在我給你們的資料那裡已經說了這個獎的名稱 另外他也被邀請參加這個台灣金馬獎紀錄片的部分 除此之外其實香港就在這個10月24日就是星期三那天 也都有兩個活動分別在約克大學和華爾遜大學那裡舉行 首先第一個就是在這個11點45分至1點半 約克大學的亞洲研究中心就將會舉辦一個英語的公開論壇 就講中國銳勢力在香港 正正就是楊貞妍這次帶了一份報告出來的政謠 而在同一天的晚上八點至九點鐘 華爾遜大學的變革領袖學院教授周志偉 他就是以這個變革領袖學院的身份 就會主持一場的英語的對話 就是講回有關這個雨傘民動和香港運動 他在策略和政治組織領袖的訴訟等等各方面 一些的命題進行一個加拿大和香港的對話